先人是否收到指責品 見仁見智 靈異節目聽到很多 我相信如果不是真的有那麼多報夢 又能夠說出我真的收到一件什麼衣服 這些是… 我覺得不要過份 因為我都接觸了很多 撞邪的時候不停燒 燒完一攤 飛機大炮都燒光了 然後才意識到有問題 不要過份就行了 總之你覺得是做了你的心意 那就足夠了 可以這麼說 我們先聽電話 28927889 來自廣州的朋友 周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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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了 我想說 我本身在廣州政府部門工作 是 是 我們那裡晚上就要上夜晚 那晚就收到一個電話 有人回來了 一間 頂頂目目 那時候大概是三點多鐘 聽到有人一間 我們整班人 我坐在那裡 我說我先走到廁所 走了 走出去之後 大概的距離是… 大概的距離是五米左右 我看見有人 我看見有人 在那裡 是你了 然後在那裡綁鞋帶 接著綁完鞋帶 發現那個人 突然間不見了 我們那裡整條直路 完全是沒有得轉彎的 就是一條直路 全部都是牆來的 那你覺得那個人 你覺得是同事的身份 就是穿制服的 還是怎樣的 我們上班一般都不會穿制服 不用穿 我看到他 就是好像我們的制服 喔 即是不需要穿制服 但是他好像穿著制服回來 是啊 那你認不認識這個人的 基本上 因為離得遠 看不清楚的樣子 就看到他是男人 即是有人回來 我們心裡就在那裡想 爆了粗的 是這傢伙的 那我就不理他 那我翻高的頭 就不見了人 是 那有沒有其他 是 有沒有其他東西 已經是不恐怖的 還有一個再恐怖一點的 就是我那個時候 剛好在那裡做生兒子 是 那生兒子 最近要 要 睡苦一點的 那 那一刻我就 蛇王 躲在甲藤那裡 在那裡睡覺 睡了一覺 突然之間 有一件 那件 就在那裡 動一下動一下 在那裡 然後開始聽到 有人 拉桌椅 那樣 拉桌椅是 鐵的桌椅 來的 我們那裡沒有桌椅 拉完之後 好了 停了 然後有人開始在那裡走 在那裡 聽到沒有腳步 接著 我越聽越不對勁 我出去了 誰 接著又沒有人 接著我撇開前面 看看又沒有人 接著我嚇到自己 開了一部電單車 回家裡第二天 一早就回來 打掌浪板車 接著我跟師傅說 師傅跟我說 為什麼 你敢在上面那裡睡覺 然後我問 上面有什麼 人人都知道 上面那裡 不能睡覺 為什麼呢 什麼事 他說 上面那裡 他說很猛 他說 一般情況下 是猛烈不會上去的 哦 有沒有什麼傳聞呢 很多 就是有沒有什麼傳聞 為什麼他那麼猛烈 是有伙計死過 還是怎麼樣 他那裡是亂撞光 以前還看到 有些小徒仔在那裡搞事 不過師傅看到 他說 不要管他 他就要睡了 是 是進展到 現在 沒有人敢在上面那裡睡 那你們在國內 其實如果遇到這些事情 你們有沒有說 走去拜神 或者找師傅來看看 會不會 你們是政府部門來的 是啊 會 但是 我們曾經 找過人來看風水 那間廠那裡 搞了一大輪 我們都在想 他那條數鏈 沒理由說 看風水 那句 都不行 是不是 是啊 哦 那你現在還在做還是怎麼樣 還在做 我今晚也是在當中間 你現在還在當中間嗎 還在這個地方嗎 是啊 那我祝你好運 是啊 怕怕你的 怕怕你的 這個時候真的不會有人走 是嗎 不要緊 就算有保安走 都要有兩個以上才敢走 是嗎 我一個壞都還有一個旺 看不住 哦 如果不要緊 你有事馬上再打來 看看發泉可不可以 悅陽搞搞些事 我剛剛才是廣州回來 是不是 你現在廣州在哪裏 你現在在說的地方 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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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是一個聯藏江區 是啊 嗯 嗯 好啊 看看你等一下有沒有事 有事你隨時打來 發泉可立即過來找你 好 廣州很近 很近而已 我試試拍不拍照 有相片給你們看 是啊 拍去看看 好啊 好啊 好嗎 OK 多謝你先 好 謝謝 好 拜拜 但是當間又可以聽節目 挺開心的 OK 天下太平 沒什麼事發生 剛才說到 靈界上的搞作 可能會有很多聲音 告訴你 然後有很多舉動 一些讓你知道它存在的東西 有一條片 我今晚想跟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對這條片的背後資料 不太理解 因為純粹有個朋友 只要有個朋友 在我的臉書 裡面 所見到的東西 以及聽到的東西 不知道發生在哪裡 帶大家去看看 究竟有沒有可能 去到這麼誇張 這麼離譜 好嗎 看看 對 誒 你不可以 看大 我們不可以 看大 你看大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進去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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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聽到她不知道是甚麼語言 是否泰文? 肯定不是泰文 不是泰文,不知道是甚麼語言 如果有人懂得聽的話,不妨告訴我 我聽她的語氣應該會很害怕 你膽敢過來,我還拖 可能會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經常看這些片段,都會看她的角度怎樣拍 或者是那些光線,有沒有剪輯等等的情況 我跟同事剛才研究過 我們先不要說她的製作 純粹看剛才那張椅子的動作 那些碟子也這樣動作 你覺得靈界有沒有可能做到這麼大的動作 或者去做這件事? 法科師傅? 我覺得有的 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動作是絕對做到的 有沒有見過這麼嚴重? 有 肉眼見 她剛才不太誇張,因為第二下她踢出去 不是她自己動作 但第一是她自己飛過來過的椅子 是 但再看桌上的杯碟 只要震 像零空動作 我又說一件事 我很小時候,為什麼我覺得有鬼呢? 因為我住在家的時候 我坐在一個矮椅的桌上,在工作 可能在做功課 小學,可能很小時候而已 突然間有些玩具是 那杯碟上的東西,後面沒有人家,是房間 真的嗎? 對,當時說給父母說,誰有鬼 但是痛的? 真的痛的? 痛的,把東西丟過來 所以你會覺得這段影片如果真的不是做手腳的呢? 可以做到這個力量嗎? 是可以的,如果真的有靈體 好的,姐妹呢? 你們覺得… 我會覺得有可能… 因為我… 我也說過,其實我很容易感覺到 是的 我以前住在一些村屋 逢14歲的時候,我比較敏感 是 我把小朋友都叫回媽媽 不知道為什麼我要自己留在家裡 你一個人在家? 對 那時候你幾歲? 小學? 不是,當時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 是的… 他在我的房間養我的窗簾 你聽到床是咿咿咿咿咿的 我就跟他說,我很仁慈的 我沒有罵他 我說不如這樣吧,讓他聽你玩吧 你出去吧 其實一個人只是想打機而已 是 我開了房門,待會我關門 房間真的靜置了 但外面聽到咿咿咿咿咿的 躺椅、拉桌、躺椅、跳梳化 那你出去看那些床是否真的動過 這麼辛苦才叫他們出去 我又沒有出去 不是,翌日有沒有看 其實你說什麼呢 我和我的女兒其實都見過 在公園 搖搖板 還有一些可能 搖搖板 另外有一隻 譬如馬羊 她要整塊搖 彈弓很硬 是 我們都見過 她真的突然間 突然間 風吹也吹不動 不是,我們曾經看過一段影片 有一段影片 就是彈弓 如果真的很鬆的話 它是有機會風吹到的 如果彈弓很鬆的 但那個公園 因為我女兒以前在游泳 每天都經過 我們自己都玩過 是 不會這樣的 是 我看不到當時 其實有個家長跟我說 那個小孩還在養手 快點 去乘巴士 走了 OK 所以你們 如果你們這樣看 那個動作 或者所做的事情 是有可能的 在靈界上 是 不過我不等於這樣說 那段影片一定是真的 是吧 因為很多事情要分析 還有 我突然看下去 我都覺得 不是說它完全是假的 不過要很留心 它究竟有沒有一些 不同的層次 然後做了一些效果 我不敢肯定說 一定沒有做過 但是看下去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最好聽到它說什麼 如果大家聽到它說什麼 我不知道是什麼文 有人說是印度文 或者是馬拉文等等 還有 我不知道這段影片的來源 因為有人踢上來 因為那個樂園很重要 就是看這些事情的時間 所以我不敢暫時去判斷 整件事究竟那件事 是有多厲害的 不過聽上去也挺有感覺 是可以這樣嗎 如果去到這種情況 是不是力量比較大 靈界上 可以這樣說 一定是大一點 但是你沒有遇過 你是覺得很假的 對 你這樣看下去 就是不相信 是可以去到這種情況 還有比較少一些 這種情況 對嗎 正如我們剛才在Mike後 都說 就是說 如果你去拍攝 或者你看到一些 那麼嚴重的情況 其實很難拍攝出來 很難的 對嗎 因為這些事多數很突發 對 那麼你不會安排到一個拍攝 對 還有可能當時人也未必讓你拍攝 對 你想想你的家人 嘔吐了白譜 那你會不會讓師傅拍攝 沒有可能的事 對 再看一次嗎 再看一次 再重溫才可以再看一次 那我沒那麼差 再看一次 大家再看一次 兩次而已 好,來吧 我又覺得幾難 有人做到後面的效果 要不然就是拔魚線 魔術 對,魔術 對,魔術 你按個按鈕它會動 不是有心做到嗎 我覺得 一定可以的 你魔術什麼都做到 是不是 大龍鳳也做到 但是 都好像挺厲害 對,感覺上挺厲害 有人說 翻譯了 就說 你以為我會怕你嗎 這樣 有人幫我翻譯了 剛才那個人 在現場說了一點 如果有人知道這段片的來源 是什麼 麻煩告訴我們 我希望不是最後 跟我們說一些宣傳片 還是不知道什麼 那些 對 你知道有很多這些 這個世界 不要第一次相信 你看到的景象 無論是影片 或者是相片 其實你們 剛才所說的 這件事不是你第一次 遇見靈界的事 因為從小都感覺到 尤其是Monnie 尤其是 農曆七月 是否真的 比以往的月份 感應很多 真的 是會的 而且通常 可能因為我真的太仁慈 譬如現在跟師傅說 師傅有時候都會說 不是這樣的 你為什麼要跟他共存 很多時候我都會說 不要緊 你又未去到傷害我 你只是玩玩而已 所以我就會這樣 其實就不應該這樣 即是不可以 有任何這種煉憫之心 因為我們 不會跟鬼神溝通 即是很多人上來驅邪 他已經可能上身 或者受到很大的滋擾 等於一個賊衝進去 打劫金譜 我們不會出社工 我們會出飛虎隊打死他 即是兩回事 很多時候要明白這件事 而且我們不跟鬼溝通 即是他說 你前世殺了他96口 沒有辦法解釋 沒錯 他上身 或者只要你 令你正常生活不到 已經是他越了界 我們是一個法師 就要執法 那就要去居邪 或者用不同的方法 去對付他 通常我們是被他走的 即是你走 即是不會打死他嗎 即是你走 即是一開始都是你走 你不走 那我裝香 開始做事 即是你就不用走了 是的 那Michelle有否見過Bony 以前有些很古怪的行為 以前 收藏自己 即是你找到他 譬如逢節日 找他吃飯 他不來 是的 總之又不聽你的電話 總之整個好像避開你 不知道他在做甚麼 即是去到這些時節 就會自己有這樣的景象 對 經常收藏自己 有沒有真的會見過其他 一些很恐怖的景象 在這個月份拍 那次應該是六月來的 我的女兒又是失蹤了 我帶著兒子去找他 去到觀塘碼頭 找不到 我打算坐的士 試試去其他地方找 當時是下雨的 那個公園外面有一條大直路 遠處看到 已經有一輛的士 我打算折 看到一個男人 暗暗暗看不到樣子 但其實公園外面有街燈 但看不到他的樣子 我想那個雙角是 一輛半巴士那麼遠 其實也不是太遠 看到他折車 我看著他開門 但轉頭 那輛的士慢慢向前駛 又沒有人 沒有人 那我就折了 下雨 然後我上車 司機說 你等一等 我拿下車看 然後他看完上車 剛才那個人 開了我的車尾門 一聲 關上 我轉著面 就不見了他 即是他也看到 對 然後我說 打電視機是否… 他說你不用怕 他沒有上車 我說你肯定他沒有上車 我看著他上車 他說他沒有上車 但是那個司機… 因為那條直路 即是他怎麼快都快 不行 因為正常的司機 一定是看著客人上車 他說一聲關了 尾門已經不見了 我又上了一輛鬼的士 其實他可能沒有下車 是… 我也可以說 可能在車裡 是嗎 跟他一起坐 看你去哪裡 是 但我不知道為何 我又沒有下車 所以直接去了 我要去的目的地 那你有沒有覺得 有人像跟你一起坐 我沒有去想 那時候 因為我打算找女兒 我跟她說 算了,不要坐 那司機是不會覺得 他看到靈異的事 他只是覺得他人 不見了 是 他就說很快就不見了 然後我問他 會不會躲在車尾箱 他說不是 我肯定看到他上車 司機又說他沒有上車 但基本上是零點幾秒 只要一聲關了 尾門就不見了 這樣說 他們也是有力量的 他開到車門 又關到 一聲起碼他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不實體 如果這樣說 是的 是嗎 那些的士司機 不知道這個月份 多不多這些 突然間 會是 載下一些順風車 這個對你沒有煞傷力 沒有 你純粹看到 不過其實坐完的士 當我下車的時候 其實自己才開始害怕 心想很嚴重 又嚴重 所以這個月份 又有很多這些 看到面 有沒有跟你要求一些東西 就是他知道你感覺到的時候 他會跟你… 很少 很少的 但通常會玩我 我試過有一年 就是… 撞到正 感覺到是衝了過來 接著就坐升降機回家 我試過 我看閉路電視 人家坐升降機都正常 但我一進升降機 譬如人家當八樓 我是高層的 他出升降機 他出升降機一個人 我按下降機就關不了 每次都關了很久才能關到 我看過閉路電視 電梯是沒有問題的 人家都可以 為何我不行 然後有一次我又是回去 又是關不了電梯 然後我發脾氣 我就說了一句 我不相信關不了 不斷按緊關門 就按… 突然門關了 門關了 差不多關了 電梯門中間有一塊東西 可以推過去 讓它開門 那塊東西 差不多關了電梯門 一聲自己出去 很響 我退後了兩步 整個電梯門開了 然後我就震了 玩大了 真的玩大了 那你遇到這些事情 你會怎樣 回去 有沒有做些甚麼 還是算 因為都見慣了 這樣 我又沒有打算要做些甚麼 我打算拿來拿去玩一下 玩完他沒事 又不是對我太傷害 那我就打算 你不搞我 我不搞你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 所以在家裡 你要那個空間 我給你一點點 我心態是這樣 有件事我今天可以先說一說 遲些給大家看一個全版本 我今天看到一位殯儀的朋友 剛剛做完一件事 我遲些告訴大家 再看她自己說 她說什麼 她幫客人做了一件事 在七月時節 其實是不應該做的 因為七月時節 不應該做在殯儀上的事 因為是禁忌來的 但無論如何有原因就做了 那客人回家 就坐升級 其實就當她住25樓才算 好了 進到升級的時間 突然間就 有人進升級 有一個人進升級 她看著她 當是按十九樓 她覺得她應該住十九樓 沒甚麼事 大家一起上升級 但還未到十九樓之前 在十樓已經到升級門 自己一開一關 很快出去 接著 就驚訝不見了那個女人 即是說 她看不到那個女人走出去 但升級門一開一關之後 後面那個人已經不見了 更害怕的是 十九樓那個人的燈 都關掉了 即是本來她要去那個人的燈 都關掉了 整件事就不見了 是啊 是不是很害怕 我也覺得升級門是挺害怕的 幸好我不用坐升級門 是嗎 OK 我們遲些再告訴大家 整件事的來龍是怎樣 即是為何會有這件事出現 是有原因的 好了 回來之後 再聽聽你的電話 還有二百九二七八八九 都歡迎你分享一下你的個案 還有我們今晚也有一個 小小的環節出現 就是另一個節目 就是恐怖時限 今晚聽聽 逆驚塔羅斯 Chris 有另一件事 他這裏都沒有說過 好了我們回去再看 恐怖在線 二八九二七八八九